這間位於大埔的回收店 和一般的回收店不一樣 主力回收利潤較低的塑膠和玻璃瓶等等 鋁罐、紙張、市面都有商業活動去收 但對於膠瓶沒有那麼值錢 是沒有人去收的 這些都去了堆田區 變成垃圾堆賣了 堆田區又說爆棚了 除此之外 將物品拿去回收 可以換成不同的日用品 而不是金錢 外國都試過用錢 但一用錢的時候 大家會緊張 會有很多本靈精快的東西出現 你可能每0.1kg 每0.1kg都會很緊張 可能會放重的東西 石頭或金屬 令到重量多些 回收店成立六年 一直教育區內的居民推廣回收 大埔居民的環保意識 亦漸漸提高 我都是換過紙巾、漆巾 只不過因為想環保 有儲蓄就過來換 有沒有東西換我都無所謂 都會有些市民 可能他們是住在一些屋邨 他們會專門收集好鄰居的塑膠 一次過開車給我們 一人走多一步 地球就有救 環保你和我都可以做到 東網記者唐子欣報道